各位弟兄姊妹,很久不见了 今天我会继续用旧约 和大家来思考呼召问题 专心依靠神的呼召 我会使用《生命记》第8章1章20节 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开 如果你没有的话,可以看看荧幕里面的圣经 我们会请弟兄帮我读这个单字 请姊妹读双字 你就轮流读完这一章圣经 不是很长,第20节的圣经 我们请弟兄帮我一起来读出 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戒命 你们要紧守遵行 好叫你们全活人数真多 且去尽得耶和华 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瓦地 你以为这一段调话 你的神所能可依应许的瓦地 只要苦念你,自然你 只要知道你心愈何 但真相的简单的仁 他苦念你,任你惊愚 将你和你列祖不认识的瓦地 此够离弃 此理此路 此理此路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华 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这四十年 你的衣服没有穿破 你的脚架没有一种 你的信 对信上 耶和华 你神管教你 好将人管教儿子一样 你以为耶和华 你神领你进入 那地有寒 有传 有缘 从山谷中流出来 那地有小客 大物 无核 无花核 有核 有核 无核 你在那地不决食物 一无所决 那地的头是天 山内可以挫图 你以为的教祖 就要宣传耶和华 你的神 因他一无核 你的神 你要谈慎 免得我记耶和华 你的神 不守的戒命 着述 律例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那地的教祖 也祝你和华 你都能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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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竟然有我的神 你都能担心 就是将你从他来 为我之处 還生能出处的 人 人们经过 那大而可怕的抗野 那里有火石 蝉子 干干 无水之力 他曾为你 你似水從煙下的潑石中流出來 又再放夜將你所謂的聖牙 賜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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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賜給我 賜給我 我怕你原心裡說 這貨財是我力量 我能力不來的 你這幾年有貨貸的地神 因為是貨貸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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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貸 是貨貸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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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主耶穌 我們多謝祢 祝我們能夠今日來到祢面前敬拜 但願祢自己來親自留隔我們當中 藉著祢的道 藉著祢的話 讓我們的生命得造就 讓我們能夠在這條跟隨的道路上 我們要專心地去讓望 依靠祢 祝我們相信在這個人生的道路當中 會有不少的困難險境 但祝呀 讓我們的心 不會被這些困難險境 祢去左右祢對祢的信 願主祢人道 當我們能夠在人生的裏面 經歷這個順境的時候 同樣求祢給我們有一份的敬畏你的心 不至於以為這些一切 都是我們自己 憑我們自己的力量可以得到 祝呀 讓你的心看 獻你自己的榮嚴 讓你的心感恩地跟隨你 就將一天的時間 仰望在你的手中 願你親自在靈寺的心裏面來動過 藉著你的道成為我們的五毛 我們這樣祈禱奉主的名革 我相信大家去信主的人子裏面 都經歷過世的愛 世的恩典才會信主 很多時候我們會說我們信主 我們按著聖經的應許 聖經裏面有甚麼應許給我們呢 我來是叫人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 有時候我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我們都會去想一下 這個豐盛的生命到底是怎樣的呢 我記得我初信主的時候 都會去想一下 咦 甚麼叫豐盛生命呢 是不是我在前面的日子裏面 是能夠真是可以見到神更多的恩惠 神的更多的恩典 當時我剛剛讀語科要面對A的考試的時候 我自己就心裏面 應該怎樣去面對人生呢 有很多的期盼 神你 信教你 我相信一定會有你自己的恩惠在其中 誰知道原來信完耶穌之後 人生不一定是一帆中信的 有時候我們會問一個問題 究竟神啊 你所應許的 是不是這麼實在的呢 我聽聞一些的弟兄師妹說 初信主的時候祈禱都會靈一點的 但是呢 一年半載之後呢 你發覺你的討告就好像一半一半 再信久一點呢 神聽討告的機會都好像越來越低 好像呢 總是你願意討告神的時候 神好像聽不到你的討告 是不是神專門在我們人生裏面 去擺放一些困難 讓你呢 經歷一下 讓你呢 知道什麼叫信耶穌呢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但是 我們會有一個的心中裏面 有一個疑惑 一個迷思 一個迷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神啊 如果你是一位大人的神 一位慈愛的主 又是存知的份 難道我在一個什麼處境裏面 你不知道嗎 如果知道的話 為什麼你會讓我處於一種困難的裏面呢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現在的難處 或者你會說 教會 接下來又要面對 要找地方 哇 幾年前又要去想想 我們從這個40號 看到沒有 要搬的時候 找來找去 和大家一起去找這個地方 就會都幾難 神有恩典 讓我們可以搬 好了 搬 穩定了 現在又說辦公室又要搬 究竟我們是不是經常 就好像這些人一樣 好像要飄流飄流 什麼時候才能夠安頓下來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神是否玩我們的教會呢 是不是一波來一波來一波來 好像有很大的信心 兄姐妹 是否神不知道教會的需要 神不知道你的需要呢 是不是神在當中 沒有能力幫你呢 更加是否神不愛我們教會 不愛我們呢 這些迷思 就是在困難裏面的時候 會出現 我相信有這些疑惑 你不要以為你不熟悉 有時候我都會 人衰很多的困難 想到的時候 有時候會問 神啊 你是不是隱藏 神啊 你是不是知我的難珠 但是我相信 神從來不會隱藏 如果我所信的神 是因為 那是慈愛 公義 信信 並且存知的主意的時候 我應該怎麼去看 我現在的難珠呢 又或者 我應該怎麼去看 我人生的道路呢 我相信這些問題 很多第一聖會都會問 嗯 不單只是問自己 你都會問 神啊 你愛不愛教會的 你愛不愛那些荒唐的 為何經常都被 那麼多的攔住我們呢 我們看看 今天在生命記 一個的第八章裡面 神給我們一些什麼的提示 神為什麼會容許 這些事情發生在 她的疑慮 她的教會的分手 我相信 這一張的聖經 會給予我們一些的啟發 和一些的答案 我們先看看 這個生命記的內容 如果你很清楚 《摩世五經》 《生命記》這段書的背景 會幫到你更多明白 這段書的內容 和這一張聖經 為什麼 《摩世》 在這一段的時刻 要對著當時的以色列人 要說這番的說話 大家都知道 在出埃及記的時候 是神帶著以色列民 因為他們經過四百多年 在埃及的寄居的生活 當時有不認識神 或者不認識摩西的法老興起 去虎待這班的以色列人 當你在一個困府裡面 哀求神的時候 或者呼求的時候 神就欺負摩西 帶領他們 你去離開這個內容 當然我只是說得很簡單 但是你看《出埃及記》的時候 你會知道 他們經歷過不少的難處 當然《出埃及》不是一出就 人一見光明那時 哇 陽光燦爛 前途無可限 不是 有很多艱難困苦在等著他們 特別是這個法老善變了一個地步 放了他們 但是後來 當他們後悔的時候 就派追兵去追趕他們 他們去到這個紅海前的時候 前面是海 但後面是埃及追兵 所謂前無去路後有追兵之際 那群人又在埋怨 為什麼《出埃及》要帶領我們離開 我們在埃及日可以吃 起碼不會沒命 辛苦是辛苦些 就捱了 你是不是捱 捱世界都沒有命去捱 始終有命捱 總好過沒有命捱的 或者有些人不是這樣想 我不知道 不要捱了 快點去 好像安樂死那位澳洲的老人家 我不想再這麼長命 但我想現在都很短 我不是說我們短命 我意思是說 我們人生都很短 我們還有更多的路要走 好了 回到這裡 在這樣的一個處境裡面 神使用摩西 向象、向響 伸去的時候 海水分開 這是十分大的奇蹟 神跡 你記不記得 教會搬遷的時候 就是從1930年 birth 從這個月的醫生搬到 Appanie的時候 已經花了多少時間 一個禮拜 這是度價大的成績 是哪олог施 一個星期 有多長期 創交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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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 我們還可以在那裡用了多久? 用了兩年了嗎? 四五年我們用了 在那裡敬拜發展 然後我們又要搬 這個好像沒完沒了 我們不希望將來也是沒完沒了 但是我們經歷過神的時候 心裏很相信神一定會繼續帶領 當時耳職都會有一種興奮 有個這麼大的神職 走外外紅海的時候 兩邊的女兒水在那裡 先摸摸 不是水立方 是水立在那裡如柱 就是長的摸摸它 是否濕的 是否有什麼東西 如果你在當中會這樣試不試 我就會多手一點試試 因為我怕刺穿了 有些水流下來 不知道會不會呢 很難說 我不是當中 我不知道 但是過了這個洪海之後 是否又一片汪明呢 嘩 前途不像這樣還是這樣呢 但是我們看這班以色列民 一直在抗野準備進入埃及的時候 他們不斷埋怨 在生命記裡 神說他們有十多次的埋怨 埋怨神 有時埋怨神沒有東西吃 沒有水喝 到了有東西吃的時候 又覺得很單調 就是吃了一點 應該有肉吃 在埃及有很多東西 總之 還當去到一個地步 當他打發十二個探子去加拿 去看看那個地方 回來的時候 其中十個探子就說 那裡的人高大威猛 如果我們去取這個加拿 我們只是自取這個 雖然加拿和耶穌亞很努力的 去說服他們 不怕的 我們相信神的 我們去吧 你再說 你再說 石頭打死你 就是這樣的情況下 這班以色列人 舉起石頭 準備去打死耶穌亞和加拿 神勃然大同 他說既然你們這樣 你們只在抗爲裏面 這班二十歲以上的壯年 都要死在那裏 二十歲以下 和婦女 可以進入去 這四十年裏面 你們一年第一天 因為你們用了四十天 去了這個加拿 你們打探 現在我們要離四十年 在抗爲裏面 他們不信扯 想去 我現在去 終於是敗陣 最後他們逼於無奈 要在抗爲裏面四十年 這四十年抗爲的生涯 差不多完結了 新年紀差不多完結這四十年 上一代都已經死去 除了摩西 現在在這裏 加拿 約書 之外 其他 的南丁 二十歲 當時二十歲以上的 都已經死去 然後摩西見到 他們將要進入加拿地的時候 重申一次簡單的概述 上一代去怎樣的撥躍神 不願意專心的女根重申 去再一次提起這些歷史 成為一班即將要進入加拿地的 以色列人的借隔 好讓他們能夠在進入加拿之前 能夠預備好心戰 你緊緊的跟隨神 所以這個第八章 差不多是一個總結一下 為何神要容許這些困難 容許他們在四十年抗爲漂流 有時你會問一個問題 其實神很簡單的說 要這一班負疫的人要死 一個瘟疫 一日之內死去 有多難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很少讀色基的人會這樣想的 很少讀下去讀完 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有時會想 神可以擊殺埃及的長子 一營之間所有長子都死去 神不可以用一個瘟疫 簡單的一個瘟疫 將二十歲以內的人全部殺斷 然後跟著用你的大能 帶領著二十歲以下和那些婦孺 進入加拿 神也可以用他的大能 全然的將加拿七族 全然的毀滅 那你就可以進去 還要搞這麼多事 四十年抗爲 四十年抗爲 你說要死的那些 那些活該死吧 但是那些年輕的或那些小孩 當時沒有掛視權那些 好像很無辜 你有沒有這麼多感覺 那些四十年抗爲 叫你四十年 屈在一個地方 然後就在那裡 好像受苦那樣受 現在不是講四日 不是講四十日 不是講四十週 是四十年 人生有幾多四十年 有誰已經過了兩個四十年 舉舉手呢 過了兩個四十年 已經八十歲以上 舉舉手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 好了 阿粉姐媽媽 有 有沒有 沒有 是這麼多 張先生張太太 也是 是 還有沒有 有 好 我們給你們一點掌聲 上西過了兩個四十年 好啦 有沒有人過了三個四十年 我相信沒有 我認識的是沒有 但是真的有幾多四十年 沒有幾多個 就是這個 無間道 又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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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幾多三年 四十年 不是簡單的一個日子 為什麼 四十年 這裏解釋 魔西在這裏解釋 為什麼他們要在抗野四十年 第一 要他們去學習 紀念神的苦練 其實經過無練 他們能夠去學習信教 我們一起讀一讀 《心形記》第二 八卓二至三次好嗎 是要苦練你 試驗你 要知道你心內如何 遵守他的界定不幸 使你知道人活著 不是單靠成文 乃是靠耶和話 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原來 神要在這一班的 現在這一班的聽眾 差不多是四十幾歲 至五十歲之間 這一班的人 或者港代將要進入的 新生黨 其實神要去苦練他們 苦練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英文聖經 這個詞 Humble 要叫他們 Humble Humble是什麼 謙卑 叫他們謙卑 沒有辦法不謙卑 你有沒有想過 抗野是什麼地方 抗野不是國家公園 抗野不是一個廣東的魚米之香 那些地方 抗野是什麼 沒有水 有水有過雨 但是那個雨淋不足以叫人 可以在當中耕種 連飲都沒有 不夠 他們呼求神的時候 神叫摩西 吩咐盆石出水 土地 泥土 根本不可以拿來耕種 差不多是一個 沒有什麼野獸 可以打獄的地方 野獸不會在抗野生活 因為 有什麼毒物會在那裡 你想像一下 一群人不是在抗野 去愛迴家那種 Camp site裡面生活 敲一下蕭陽鼻 或者做一些農家養下雞 沒有這回事 抗野是什麼都沒有 可能有一些草蟲 或者一些荊蟲 或者一些荊蟹等等 在石頭為主的地方 耕種不了 在這樣的情況 人可以耕種嗎 沒有 人可以打獄嗎 沒有 人可以摘取果樹 那些荊蟲裡面 那些荊蟲裡面 是想那些果子來吃嗎 沒有 什麼沒有的地方 什麼都沒有的地方 百沒有的地方 你可以靠什麼 靠自己嗎 我試試看人定勝天 人與天鬥 樂趣無窮 對不對 啊 誰說的這句說話 你記不記得 是否這樣 沒有的 在那個情況裡面 你只能夠學習什麼 倚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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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苦年令 就是要你獻卑 仰望 倚靠神 不是說一天 兩天 一個星期 兩個星期 是說四五十年之內 神妹妹的供應他們所需 試驗 真是 這一班的人 起初 神降馬拿距離的時候 他們說沒有東西吃 神降馬拿 嘩 好美 收多了 變成了什麼 壞 神講得明 在這個馬來裡面 告訴你們 平常的日子 你每一個人 只收給自己一天夠用的 多 會變壞 OK 好了 去到安息日 就是之前 你要收多兩日 你之前收多一點會變壞 現在收多一遊 會不會變壞呢 不會 OK 就是這樣 神命定的東西 他們就要按著神所命定的方式 來做 神要怎樣 他們又怎樣做 在整個過程裡面 其實要試驗他們 究竟他們內心是否忠行 神的戒命不肯 今天有時候 神讓我們在生活中 遇上困境 其實不是神在玩你 玩我 而是讓我們去學習 究竟我們是否願意在神的面前 牽卑下來 困難是甚麼意思 就是看到自己沒有辦法 靠自己的能力去解脫 那在那一刻 你還可以自公自無嗎 不可能 你需要在神的面前 謙卑地仰望他 或者你祷告 好 或者你自己等候 或者你自己怎樣去觀察神的作為 希望神 你為我們開一條出路 不是人的能力可以成活 所以才叫做困難 對不對 如果你可以搞定的還是否困難 經常有人說 如果錢可以搞定的東西 就不是困難 你的能力可以搞定的東西 還是你的困難 不是 困難是甚麼 就是你看到你自己的不能 你需要去尋求他力的幫助 在那一刻你需要放低了面子 承認你自己不足 原來有望神 這個就是試驗 究竟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哪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事實是還 意思是你要感受遵行神的還 記住 人活著不是單靠 不是不是靠 單靠 明白甚麼意思 即是你都要吃 不過你不是只為食 又要活著 不是單靠 所以是一種依靠甚麼呢 重要的是耶華 口裡所出的實話 因為耶華是那位的公敬者 神講過的 他會公敬 神要講怎樣做的 我們就要怎樣做 第一知為 如果神要我們教會 是去構置一個地方 我們有沒有心智 去仰望神 去供應 現在不是說 我存到多少錢 我存到大概有幾萬的 如果教會需要我便奉獻一點 不是講這些人 是講這些 我們有多少願意 你專心仰望神的自己供應 可能神感動你去做一些工作 但是我們有沒有一種仰望神的還 仰望神的人道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人 其實為甚麼要抗野漂流四十年 他說 你當心裡思想管教 思想這個詞 在希伯來文就是 Yadda 不是二十搭 Yadda 教你一個希伯來文 Yadda Yadda這個詞就是思考 是通過一個環境 不是一個好像在腦裡的數學思考題 不是 是通過一個實存的環境 你去觀察 體驗 去總結出一個 所謂的 所謂的 認知 這個詞 在新約裏面 有同樣寶羅 在書信裏面用過的 Yadda 如果你知道 Epiginosko 有誰知道這個詞 Epiginosko Ginosko就是知道 Epiginosko就是真知到 在《二法所書》裡面 第一章 他說要你真知到佛 在第一章裡面 要你看到 神的何等的枯罩 何等的豐富 神的能力 何等的浩大 讓你真知到佛 就是這個 思神 原來神要透過一個環境 讓我們去學習思想 究竟神的作為是甚麼 困難不一定是很苦 我快點過去 其實困難或者一些難處 其實讓我們思想 到底神要我學些甚麼 這就是思想 困難不是叫你逃避 不是叫你解決 困難是讓我們去看 究竟神要通過這些困難 讓我學習甚麼功課 或者神的目的是甚麼 要我們在某一個品格上去成長 還是忍耐 還是信心 還是對神的一份忠信 這是甚麼 我不知道 我不能夠簡單概括地說 你的困難為何為何 但是通過你個人在神面前的安靜 或者你退休營 或者你自己的靈修 或者你自己在晚上 你睡不著的時候 好好地想一想 究竟 不是為何解決問題 神為何要讓我在處境裏面 祂要我學些甚麼功課 沒有一個功課 神是白白地叫你去經歷的 神一定有些東西 用來學 弟兄姊妹 經過一次又一次又半遍 你學了甚麼功課 學了甚麼功課 不知道 我也知道很辛苦 王哥 每次都要駕大火車去搬東西 我學了童芯 遲碼你學了童芯 我學了去無私的付出 你又學了些東西 但是有没有更多的功课让我们一起学呢 兄姊妹 我不希望困难你了 我们就过了一条算数 困难你 神一定可以大力经过 但是经过过程要学的功课才是宝贵的 不要只是解决困难才是重要的 过程里面能够听从神的心意去学到功课才是宝贵 另外管教 管教是什么呢 其实是一种严格的操练或者训练 当然这个词有鞭打或者扎实 但是在这里的重心不是要罚你 劈你 有时候我觉得管教系统也是 我自己很少打小孩 我只是打过小孩一次 有一次这么大 由他现在已经二十 差不多一岁了 我只是打过一次 那次为什么要打他呢 我先告诉你 那次大概是三四年班的时候 有几个小朋友来我家 因为放假 师母和我便帮他们制造小朋友 那他竟然跟着哥哥姐姐 在我们家里面玩火 我们发现为什么会有些烧着纸灰 那我们知道了 然后就问他 谁在这里玩火 那阿盆就说我玩过 OK 行了 那别人的子女 我就不会打的 因为呢 就是准备你了 那我就说 女儿你过来 你知不知道很危险 如果烧着了 我们总是租别人的屋 现在都是 你烧着了的时候 不单止累到自己 还会连累别人的屋 所以 你知不知道这是危险的事 就是要知道 那你知不知道 你做了一件事 你要记住你以后不要做 但你爸爸要给你一个教授 我说 我只是打你一下 一下子 伸出你的手 你觉得我应不应该打你 我问完了 我说应该的 我跟着拿一把银子 一拍拍下去 我说 很狠的 我说 他手这阵子 忍住他 就是这样 OK 接着我就 爸爸 我心很疼 但是我知道 如果今天不敢打你一下子 你不会记得这个功课 就是那一刻 他这一世都记得 就没有再玩火 那现在是去煮饭的 他不是玩火的 他去煮饭 煮一吃 要有火 他去煮 但这个就是管教 管教的重点不是法 管教的重点是 You will learn the nothing 学到一个功课 以至能够去明白 有些东西该做 有些东西该做 那才是管教 所以希伯罗书里面 对管教有这样的看法 我们看看希伯罗书 哈哈 哈哈 跟不上 好了 那么 稍后 一会再说 我们看看希伯罗书的管教 先看看 希伯罗书 第六章 OK 再进一步 停了 OK 再进一步 进一步 对了 希伯罗书第十二章 第六章 神管教的百姓 是出于什么 外 神是我们为乙子 才会管教我们 这个经文可以回去看 另外 神管教为了我们 好处 这一切都是管教的本意 管教不是我生气 我现在就罚你了 有些人 爸爸妈妈 生气的时候就是这样 我经常都说 太太提醒我 你在最生气的时候 千万不要挡手 你过了生气的时候 你才挡手 因为你这样才会理智一点 哇 到处了 OK 回到之前 其实我们都说 謹守遵行神的戒命不衡 为什么謹守遵行呢 其实謹守遵行是一个平衡的词句 謹守遵行 以至敬畏 原来敬畏神不是说 我现在回来敬拜叫敬畏神 敬畏神是通过一个具体的行动 就是按着神所吩咐的 来做该做的事 这个才是敬畏 通过思想通过管教 让我们谹守去敬畏我们的神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有没有对神一个敬畏 在困难里面 不是去埋怨也不是去怀疑 而是一种敬畏 知道神在其中 从来不会离开你和我 也不会离开教会 因为这个教会属于神的 以至我们愿意有一个的心 很单纯的信心 去仰望神对自己的带领 神你要我怎么做 我就跟祢的意思去做 遵行神的道 学到这一个单一的功课 已经非常之重要 听之门 神要呼召祂的八成 不是只是成就那些工作 或者去达成那些目标 神很想祂的儿女 是我的最深意的 所以那句说话 主耶稣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华神 口中所出的一切话 其实是表示什么 信服 那句说话 神没有叫我这样去做 我就不会这样去做 完全的信服 尊心而救 你记得主耶稣当时 在抗日四十就赢 无吃无喝 其实撒旦叫他把石头变饼 变面包 人知神情 你肚饿你想不想吃东西 有没有人肚饿不想吃东西 不会的 我们一肚饿都很想找东西 因为人知神情 但是主耶稣他知道 这个不是神的心意 他不会允足 所以在一个思想 神的管教 管教目的就是为了造陣 我们再落多两章 神亦都会赐予他自己的恩典 是个目的 是为了让你感恩 神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给了我们很多封诚的恩惠 有时候是直接的 但是有时候要我们等候 不会这么快 但是这些一切的等候过程当中 总有他的什么 应许在中 你是否信得神的应许 你去做呢 但是这个很重要 神要带领以色列人 要出埃及 这个是什么过程 但是你要进入这个加拿来 是一个应许 现在这一班 新年记第八章的那班 以色列人 就是要等待进入这个应许 加拿 究竟前面要发生什么 他们暂时都未知 怎样过去等候 怎样去得罪业 这些一切 尚有待神的啟示 但是 他们就在这个过程里 去等候 并且 摩西华他们知道 你将要进入的地方 是怎样的地方 有毫度树 有橄榄树 也都会有大蜜小蜜 有河流 有泉 什么都有 并且在这个地上是铁 不是说硬 而是铁是多到很重要 你可以像石头一样检起 山中有铜 你可以混用 铜、铁这些都可以用 让他们能够知道 神的供应 不单止他们日用所书 并且让你封城 这是神的应用 你记住 仍然未到 他们仍然在抗议里等候 想象 但是 为什么要等候 为什么要想象 是为了目的 就是神要告诉你 大家知道 我有恩典在你前面 我有恩典要赐给你 我不知道 大家知道 你信不信神 会带进他们去教会 更多的恩典 你信不信我这件事 是为了目的 是为了目的 有恩典要违赐给他们 有恩典要违赐给他们 其他那些呢 不许那些是什么 那些呢 那些呢 我再试一试 你信神有恩典比较 你起身 你起身 有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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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神的份量里面 不要只看到浮面的 埋怨 最重要是什么呢 下面我说 有一个 即是积极思神 将来之恩的时候 不要只看到埋怨 不会想这个实的恩典 听知没有人 神会思一年 有恩典 你愿不愿信靠神 祂知除你 这些的恩典 神 封足 既然他立即創造 愈有万有 一切都是愈有 如果你有需要 神怎会不给 教会是属于仇 教会有一个需要 神怎会不给 问题就是 我们愿不愿意 同心地去信 不是说 为何又要搬 为何有那么多困难 为何我会很麻烦 我想想 我问你一家 比较好的教会 会不会好些 我一家叫他好好的教会 你去了就不愿好 好好的 在碎肉里面 不要埋怨 插怨 继续 在身处信景的时候 也都不要忘记 你份的恩典 刚才一首诗歌 那些心里 你要清重耶和话 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诗人们 我们有没有去信靠的话心 不要忘记他的恩惠 过往的恩惠 是要我们能够用信心 推动我们向前 将来有的恩惠 是引导我们 去遥望着神的恩典 踏步向前 有推动力 亦都有引导的作用 听之为 神总有恩惠 让我们一起去得道 还有 在一个繁荣里面的危机 他说要谨慎 免得忘记耶和话你的神 不要守他的戒命 恐怕你吃得饱足 建造美好的房屋 所有都加他的仇 就心高气傲 忘记耶和话你的神 就是将你从埃及领出来的 恐怕你的心里说 这些货财力量是我的能力得来 如果你忘记耶和话你的神 随从别的神 你们必定灭亡 因为你不听 从别的和话你的神 你们的和话 这是生命记第二个大力的重心 我们看看 不要心高气傲 财富有时候你能够拥有 你以为你自己赚取 我告诉你 出了半斤力 未必可以得达我 哪个人不想用理想 知道我说什么 没有一样东西是靠所谓的本事 当然你要努力 但是努力不一定是得过成效 可以这样 不同意 蒙夫努力不一定保证他可以有跟踪之后 有这个修成功 人就是这样 有时候自己以为自己憑着自己的能力 可以达成一些东西 就去骄傲起来 我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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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神要告诉他们 你的能力都是足于神 为什么 你和人有什么分别呢 有什么你不是领受的呢 如果是领受 你有什么自夸呢 火乎是领受的 会不会我们每一个的领受 我们今天有能力去赚取我们所需 或者我们有能力可以奉献 又或者我们有能力可以做到某些东西 以这一切的能力的背后的源头 这个是神的恩典 当我们看到这些恩典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觉得是我们的 反而是愿意去感恩 清重 并且要问一个问题 神你想怎样困用我 你给我的管理的那些能力 智慧 财望 或者我的滋血 我们就会去这样沉运 记住是从神领受 拥有人是哪个 是神自己 我们只不过是什么 托管的人 神委托我们去管理 管理就需要问一个问题 神你想我怎样去管理 你加付给我的一切 这个就是重要 在圣经里面 诗篇127篇第一节说 若不是耶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往而龙利 若不是耶华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往而景盛 每一件事没有神的在其中 一切都是同意 所以倚靠耶我必得风雨 有没有读过圣经里面 有没有读过 有没有读过 你知不知道在哪里出的 3月28章25节 你回去间罪吧 这是圣经的话 倚靠耶和的 倚靠耶和的必得的 奉原 倚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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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 你知不知道 会背吗 那我一会问你了 好了 在这一道摩西1年3次 就要提醒不要忘记 头那两次不要忘记神 不要忘记神 现在第三点就是 如果你忘记 敬拜 事奉偶像 必招灭亡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为何忘记神 就等于敬拜偶像呢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出海藏记 第二十章第三节 里面讲到 我们看看 按下去 除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是什么意思 我在这解释 神与人中间 不可以容许有任何东西 加入或者取代 神在人心中的首要为止 没有一个人可以 没有一样东西可以 没有一件物可以 神人之间 神要求 我除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即是说不止有他才是神 其他一切 都是nothing 没有东西的 如果我们忘记神 因为我们的负足也好 或者我们的力量强大 以为自己可以做到些事情 我们忘记神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以我们的力量为敬拜的偶像 我们以财富为敬拜的偶像 我们以其他的东西取代了神 在我生命中的首要地位 你说不是我信主 我仍然是敬拜神 但你记住 除我以外 不可有别的神 意思是说 你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与神比较 你不能把那样东西放在与神同等的位置 主耶稣都说过 你只能够专一类敬拜神 你不可以又爱神又爱什么 又爱马门 意思是说 你只能够一样 力得性其他都不可以取代 与神相齐并论 我们 兄姊妹 在信心的过程里面 信仰的历程当中 总会有风暴的浪道 我告诉你 你一定能 但也都有风光明媚的日子 而我们总要的是什么 堅心的 尊重的 遵行的 这就是神呼召 我们跟从祂的重要要求 其实我讲了几个的呼召 不知你记不记得 有机会你看回这个景象 兄姊妹 今天这一篇的神识 我希望鼓励大家 教会在我们前面的路 有一定的困难 无论在这个聚没地方上 办公室也好 或者将来很多的挑战 要发展一些风事工 无论国业事工 或者其他愿意的事工 或者少年人的事工 级别的事工等等 这些都有一定的困难 但你知每人 是不是困难 我们就要埋怨 困难 只是想办法解决 是的 我们想办法解决 但最重要 神容许这些一切留在 我们心里的事工 会否叫我们专心仰望 在生命中 我们需要体骗神的作用 在生命中需要学习神秘的工作 让我们一起努力 或者一起努力 主要我们求你帮助 让我们能够在 今天边的简单讯息里面 让我们再一次地明白 你是我们的主 在你的意外 并没有其他意外 预备生命 主要让我们 专心自愿地跟随你 既然你呼召我们 成为你的意外 即使我们预备 永恒的风识 让我们能够 在这一条 走人生信任的路程上 我们专注的 在你身上 愿你顾念 可能在座座里面的 鼎姊妹 她们个人的生活里面 有她们的难处 有她们一些要挣扎的地方 主要求你安慰你的心 帮助他们 看到神你没有离开过他们 你仍然心爱着他们 你仍然要帮助他们 你要他们同行 带领他们经过 主要如色日 你带领以色日 经过狂野 你的恩怨 你的能力 放肥着你 我相信今天 我们众弟兄姊妹 我们在教会 都有我们的爱 有我们的恩怨 有我们的恩怨 放肥 愿主你继续拖大 恩兴我们 走分前一路 祈祷仰望 放肥主的明教 阿们 阿们